增收支付路上遇难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支付渠道 环线地处甘肃隆东黄土高原 以前因为产业底子薄 交通不便 百姓生活一直都很艰辛 前几年 环线将发展养产业 作为脱贫产业来主导推进 2019年底 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之下 环线人民依靠养产业 实现了整体脱贫 2016年到2020年 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 先后多次来到环线采访 并持续关注了当年的特困户 郑九龄一家的脱贫经历 如今又是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家脱贫之后的情况 怎样了呢 2022年9月中旬 记者再次见到老郑时 他正在自家的洋棚里忙活着 和2020年相比 他家最大的变化 就是多了这一棚 活蹦乱跳的胡亚 2016年 我们第一次来到老郑家的时候 它是村里的特困户 一家四口住的是这样的破窑洞 妻子治理残疾 女儿双目失明 儿子还在县城上高中 一年到头种几亩活地 偶尔吹吹唆呐也挣不了几个钱 那两年 老郑也养羊 但养羊的数量和规模都很小 16年或17年 这个养殖 现在只要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 环线把羊产业 作为主导产业来抓 在羊汁 棚舍 四草 技术 等全方面进行补贴支持 鼓励贫困养羊 这两年 老郑要在政府的帮助引导下 盖了棚卷发展羊羊产业 比如说你雕银的羊汁 10汁 活羊几出母羊 给你免费投放一只中共羊 在这10汁几出母羊 一只羊 给你补800块钱左右 这就是你给草棚 羊棚 发展转业户 都给你补助一部分的钱 这个补助政策 是脱贫攻坚时 线上制定的政策 但脱贫不脱政策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像老郑这样的贫攻户 脱贫以后再返贫 这个政策一直沿用至今 这两年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 老郑家的羊卷 一年修得比一年好 养的羊也一年比一年多 2017年他只养了三只羊 2018年养了七只羊和三头驴 2020年养了21只羊 而去年养的最多的时候 他养了120只羊 去年的羊价不错 除去购买四草的成本 老郑养羊的净收入超过了六万元 六年前 老郑家一年的纯收入才几千块钱 跟过去相比 如今的收入翻了近十倍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养殖的信心 上次来到老郑家 他的儿子还在家帮忙 这次因为在外地工作 没有能见到老郑的儿子 今年随着饲养规模的不断扩大 家里的活迹全靠老郑一个人 他感觉有些忙不过来了 老郑的腿前年摔伤过 虽然现在已无大碍 但腿上的钢板还是要尽快去掉 假使妻子女儿身有残疾 儿子又帮不上什么忙 尤其在春秋母羊集中产高期 一天二十四小时离不开人 还得照顾二十多亩耕地 老郑一个人有些顾不过来 其实老郑说的这种情况 在当地并不少见 如何能帮助他们缓解人手不足 扩大其养殖规模呢 环先生在原油补助政策的基础上 及时做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补充政策 来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就是你看你在养殖 你这个实际中 你缺他给你补上 比如说你还缺点这个机械 死草的一些机械 你可以构置一下 咱们给你补 这样的补贴政策 就是为了提高养殖户的生产效率 以弥补人手不足的问题 六年前 老郑处理草料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今年 为了保证自己去做手术期间 羊的四草供应 老郑新添置了两台制草机器 他在草棚里给羊备足了三个月的草量 县里对养殖户购进四草机械的补贴政策是 自筹30% 补贴70% 按照这个比例来算 老郑的这两台制草机的补贴资金 在8000元左右 忙完羊棚的活 老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地里 他要赶在去做手术之前 把给羊种的四草收割完 老郑家所在的八株香 今年雨水充沛 四草长势良好 心里不慌 但环线地处毛巫素沙漠边缘 干旱的年景居多 像去年就遭遇了有气象纪录以来的 60年不育的干旱 全县四草供应不足 大旱以后草的收入就锐减减减以后 我们就每天就在从外面钓草 我们镇上就是每天大概在二百栋的草 就是往荣家钓 毛景镇是环线四草种植面积 和饲养规模最大的镇 但一遇到大旱 全镇的四草就满足不了洋芝的需要 因为这里地广人稀 山区两毛间都是零星分散的小地块 坡斗 锁不住水分 产出地 随着这两年洋芝饲养量的快速增多 目前全镇饲养量已接近30万只 以前传统的小面积人工种草收草 严重制约着洋产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从去年开始 镇上就下大力气进行土地平整 现在提出我们镇上全力地抓 这个高标准基本龙田的改造 通过这样的话 就把原来的这小地块 变成大地块 打破这个地界 变于大面积的地上种牧草 这样就从种到收 都是机界化的 还可以 今年初 丁连掌村村民黄震将自家的40多亩山地 都进行了提田改造 到了秋收 种的四草玉米 掌势喜人 这十亩地 现在这个集结进来的话 大概有两个小时都收个完了 就像原来拿人工就要收的话 所以说得个十几天到二十天钟 十几天到二十天钟才能把这个收个完 通过这个种紫花木屑 还有这个大燕莓草 还有这个粮丝兼用的这个玉米 就可以这个十万亩的这个草 就可以满足我们全镇的二十八万亩的 二十八万只羊的这个饲养量 甚至加上这个玉米的青竹 结干这一块的话 也有这个草的可以往外削的这种结育 环线根据各区气候的特点 分区域进行了四草种植调整 形成了县南紫花木屑县北大燕麦 全县种玉米的种植布局 根据县畜牧局提供的数据 今年全县投放1.4万台牧草种收机械 组建了65个专业服务队 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 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 同时全县种植牧草86.5万亩 可以收储各种四草120万吨以上 完全可以满足全县现有洋芝的四草供应 四草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个养殖户最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羊架 两千多年为羊 这都是钱多些 就得赔一千不钱 这亏的人没发行 你见面这个人赔的亏的多年 今年初羊架遭遇断牙式下跌 连续5个月 国内活羊交易行情低迷 价格波动较大 加上去年干旱冬季四草储处备不足 老郑和所有的养殖户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每天面对着90多只羊 焦急地等待着市场回暖 你知道这前年这行业都是一千二一千三 你知道今年这行业有一个四五百块钱 那就特地快了 就是个五百左右六百块钱 这么好好的 这四草要够吃到 连续国家是一天没没有 羊架下跌 销售下降 成本上涨 这不仅考验着养殖户的承受能力 更考验着政府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今年又是价格下跌 饲料成本又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今年进入测算 就是按老百姓 你生产资产的羔羊 卖了之后 你还能保证一个羊羔 净赚两百块钱以上 我们来确定保护价 今年四月一日 环线针对市场低迷 防止羊间伤农 联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屠宰场 及时制定县内羊肢合同保护价 并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 对差价进行补贴 有效撬动了羊产业各环节的健全完善 也保证了全县羊产业健康发展 吃个四十一只 都是啥价才出去的 保底下给叫的羊肠的 这四十八斤的和五十斤的 这还我都叫的和羊肠的 这个和羊肠的都是八百四十块钱叫的 你自己的班能回来的吗 那回来的 那咱家都回来的 他四五十七八你嘛 老郑说的羊厂就是线上成立的 124家千只胡羊标准化养殖示范合作社 在曲子镇西沟村胡羊养殖合作社 从早上开始 养殖户就排起了长队 等待着向合作社交养 自保护架回购政策实施以来 这个合作社已经收购羊肢六千六百四十只 耗资八百万元 今天有多少 两万四千七百二 我现在没了四十几个 现在一公斤没了五万两颗钱吧 我该保证这个 在我自己心里有的这个是 它能这样做得出钱 这来自主要的原因是 我该给它 从上养殖的这个 起铺的枣 我的从上的这个羊的 这个种群改给它调整的好 我们的羊通过中国农河 从屏中的血液丝料的配方 我们给它的养殖 所以说其他地方养殖 都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技术 标中包括屏中 把这个规模能发展起来的时候 你才能包成团 你才能在市场上 你才能摔花圈和定价圈 后腿肉也不带骨头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 除了用保护架来保证养殖户的效益 还得拓宽销售渠道 近两年 这里也发展起来了电商 凭借着环线羊羔肉这一招牌 90后小伙刘国宁 仅去年一年 靠电商的直播销售额 就突破了4000万元 今年上半年 虽然遭遇疫情和国内羊家低迷 但它在线上的销售 却丝毫没受影响 已经突破了去年的销量 眼下随着秋季转梁 羊肉消费的旺季到来 它的直播非常火爆 每天就有上千个订单发出 我们有些货 都提前都背到那些各个城市仓里面去了 所以的话就是顾客下单以后 我们就进进仓给它直接发来 所以的话对我们销量 其实还是有所增加 好羊产好肉 好肉不愁销 今年上半年 仅电商销售的交易额 就达到了6.35亿元 巩固托平工件成果 靠什么来巩固 就靠产业发展的功夫 我们前线就是 起出了重口一次念阳经 一新一新昂业 来最终实现 签销碗和发阳菜 经过这年的发展 我们截至去年年底 我们的阳传来量 突破了315万只 也就是人均是这样 老百姓来自阳传来的收入 占到了当年农民人 存收入阶级的半壁江山 从最初的传统放牧 到如今的漫山遍野种草 家家户户养阳 环线具权限之力 一心一意念阳经新阳业 让农户们发了阳才 从培育优良品种 扩繁四草种植 到连接企业合作社 与农户三方利益共同体 发展全产业链 营造品牌价值 环线的养产业越来越发达 体系越来越完备 在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 为乡村的全面振兴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